離開他之後呢 我還是其實還是繼續做我的平台直播 那之後因為平台直播了沒有做之後 我自己用了一個CD Banana的一個平台 那為什麼會用這個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直播平台的時候做 然後我的一些男生朋友就是說 刷主播每次都刷不出來 就是刷了10萬、20萬、30萬都刷不出來 那不知道怎麼去認識到好看的女生 然後剛好跟朋友聊到這一塊之後發現 我們可以做Uber式的約女生的方式 會覺得說這很像外面說的什麼傳播啊伴遊 但是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是男生女生包含我自己 我也會在上面約女生出來抽水煙啊 或是玩桌遊 還有守齡堂也可以找我們這裡女生 我們這裡女生真的有在接守齡堂 然後還有或是你間寵物需要人家照顧的 也可以找我們這上面的女生 哈囉三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自瑜 我的身高162公分 體重45公斤 然後過去的經歷有 都在直播欸 之前在平台直播直播了五年多 然後還有帶貨 帶貨直播等等的 幾乎都是直播的工作 然後我的興趣是 就是睡覺跟賺錢 離開他之後呢 我還是其實還是繼續做我的平台直播 那之後因為平台直播了沒有做之後 我自己用了一個CD Banana的一個平台 那為什麼會用這個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直播平台的時候做 然後我的一些男生朋友就是說 刷主播每次都刷不出來 就刷了十萬二十萬三十萬都刷不出來 那不知道怎麼去認識到好看的女生 然後剛好跟朋友聊到這一塊之後 發現我們可以做Uber式的約女生的方式 對然後就想到說可以用這樣子的平台 對上面要約女生的話 你必須要有紳士要有禮貌 那女生才會願意給你出去 那因為我們的活動比較廣泛 所以大家那時候一看的時候 出席費就是比較有點比較敏感 會覺得說這很像外面說的什麼傳播啊 泛遊但是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是男生女生包含我自己 我也會在上面約女生出來抽水煙啊 或是玩桌遊 然後或是有什麼商業活動 或是廠商需要宣傳產品的話 那他也可以從我們的平台去找適合的女生來參加 除了劉子瑜這邊來的 他有幫我們做一個篩選的以外 那還有一些就是可能我們會要求一些視訊面試的部分 對那視訊面試就是我們第一個就是 他送那個FB或IG等等社群進來以外 我們要確認他是不是本人 所以就是第二個我們會做一個視訊驗證 那等到這兩項都做完之後 他才能上架我們的平台 希望大家可以 除了約到一個女生出來以後 確定是本人 那你這樣子就是心情才會開心嘛 對的 3月15號到現在大概有50多單 對然後可以參加什麼活動的話 都是女生會想說要參與哪一個 像我們比較特別的有像是算塔羅牌 對算塔羅牌可以在上面下單 然後或是我今天想要去健身 對那你也可以在上面下單找女生陪你去健身 然後還有看電影 還有手靈堂 也可以找我們這裡女生 我們這裡女生真的有在接手靈堂 然後還有或是你間寵物需要人家照顧的 也可以找我們這上面的女生 我們會比較期待APP出來 會更方便會讓人更方便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的平台是希望讓人家 在交友方面能夠更方便 然後再加上因為有一些很多男生會覺得 網紅網美很難接觸 可是在我們這個平台也不會 然後像有一些廠商想要找網紅去宣傳他的產品 可是你密他的臉書或IG他不會回 可是他在City Banana他會回 這樣子會更方便一點 大家好就是唐樂 那我在那個快閃平台裡面算是 就是叫做你的小唐樂 那會接觸到這個是因為子余剛好是我朋友 然後來找我 那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可以試試看 你是做一七直播主 然後我現在也還在做 對我做了快五年了 覺得這個平台本身就是蠻特別的 蠻特殊的事 那也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而且我覺得他未來是一個蠻有發展性的一個平台 我覺得可以多認識很多人 然後去增廣見聞吧 對然後蠻有趣的 我覺得他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他出去其實就是多交朋友 對我來說可能不太像是在工作 對那利用閒暇時間去接這個Case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多多 然後我的身高是150公分 體重是41公斤 那我平常呢就是從事的行業就是直播主 那我的興趣就是唱歌跳舞 那我工作內容呢也是唱歌跳舞為主 因為我就是看到就是有下單 我就嚇一跳女生下我的單 完全讓我嚇得大跳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怎麼會想要下我的 然後他說我是憑直覺 我就說因為他就說他看五個女生 他就說可是這麼年輕 好吧試試看 我女生直覺應該是挺準的 然後就說就點我 然後我就問他說請問你是 我是部落客 我是部落客我是來就是一起開箱美食這樣子 我就說那你為什麼會想要選我這樣子 然後他說因為看起來很親切 就是照片上很親切 到了現在然後覺得他發現我更親切了 對我們原本是一個小時拖到便兩個小時這樣子 比較彈性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就是覺得說不要就一成不變 就覺得有很多我沒有接觸到活動 像是如果有比較高端的活動 如果我沒有接觸過的我會覺得說 我可以多看看人家的模式怎麼走 因為我每天直播都是虛擬的世界 雖然說虛擬但其實對我來說是比較真實 對可能對外界來說可能我都是在直播 都是虛擬對鏡頭這樣子 可是如果真的要互動到現實 那我還是要去多學學他們的一些見識這樣 請教我們在街上 留一 behavioral學 這就是他個小小小小小小小 可以選擇 偷奠ск